回到新聞現場 來關心民進黨佈局明年大選 今天終止會上 已經確定要徵召 基隆市的現任立委 蔡世映力拼連任 而在花蓮縣 因為現任立委蕭美琴 動向未明 還沒有確定名單 而位在屏東的第一選區 傳出了立法院長蘇嘉全的夫人 洪恆朱 打算以無黨籍的身份參選 勢必衝擊到綠營選情 才剛結束 訪美拼外交之旅 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時差都還沒調回來 一回臺就得面對 艱困選區立委徵召 這顆燙手山芋 民進黨24個艱困選區內 10號中止會確定徵召 現任立委蔡世映 出戰國民黨的 前基隆市議會議長宋維力 立拼守住基隆 新竹市則找來 前議員鄭鴻輝批戰袍出征 將對上藍營和時代力量 雙面假殺 不管大概對手是誰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有顏值也有氣質都很重要 相信會影響選舉的結果 幸好我也有顏值 艱困選區都還沒搞定 現在更傳出立法院長蘇嘉全的夫人 洪恆朱 有意以無黨籍身份參戰屏東縣 第一選區 勢必衝擊現任立委中嘉賓的選情 蘇院長帶領整個立法院 我想對立法院的聲態他最清楚 我認為蘇院長應該會在這個角度上 妥善的去了解狀況之後 讓我們一起來處理事情 當主席向蘇院長喊話 一同解決難題 面對2020執政權保衛戰 無論是總統大位或是立委席次 對於民進黨來說 自然是保一席是一席 記者林辰堅林凱鈞 台北報導 接著我